我浑身无力 公主 放了公主 十万两黄金带来了 没带 上 别动 你们两个去哪儿 你别过来 过来我就杀了他 贾大哥 救我 别过来 救我 别过来 公主 公主 展大哥 你没事吧 我浑身无力 公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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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还好吧 我 我一点都不好 你谁啊 我是 好久不见啊 展大哥 你们当公主的 这么不逼男女之嫌吗 展大哥 他是谁啊 他是我们开封府的捕快 女孩子佳佳在男人堆里当捕快 听起来也不怎么逼男女之嫌 那些绑匪啊 根本就不是来绑你的 跟你都是串通好的 你说说看啊 你出宫之事那么隐秘 也只有皇上 开封府和宁王知道 那些绑匪是怎么知道的呀 而且你出来的时候也没有穿宫中衣物啊 那些绑匪是怎么知道你公主身份的 那兴许这帮绑匪 有幸见过本公主的真容呢 所以他们才下手的 好 那那些侍卫是怎么能这么快就前来通知 而且通知的地点这么精准 废话 不告诉他们地点 他们怎么拿钱来说啊 行行行 你说的都对 那你脚上一点泥土都没有沾上 这说明你是坐马车过去的呀 我看见你的时候 你身上绳子绑得那么松 公主 你解释一下这么多疑点吧 你 你啰啰嗦嗦一大堆是何用意啊 本公主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你管不着 行 你爱回去不回去 反正我跟展大哥去回禀皇上去 展大哥 我不回去 以前你送我回宫之前 都会带我去听书的 嗯 嗯 嗯 你松开 你凶什么凶 嗯 不是 我的意思是 你是说你们不要闹了 晓月 皇上已经知道你在我这儿了 特许你在外面玩几天 让展护陪着你 让展大哥保护公主 对啊 皇上亲口跟我说的 恐恐无凭 没有用 丫头 皇上口语你都不听了 展大哥 是不是 那太好了 我最喜欢和展大哥一同闲逛了 这几日便要劳烦展大哥陪着我了 对 对 反正公主都已经找到了嘛 你们赶紧回开封府 跟包大人说一声 是 好 展大哥 我们先回去吧 公主 记得来找我们玩哦 展大哥 我会去找你玩的 到时候莫姑娘可不要多事阻挠才好 我不会的 走